2022迪士尼最新动画大电影 皮诺曹 震撼来袭 老头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做的木偶人居然活了过来 原来在深夜时分 一道耀眼的蓝光射进屋里 透过镜子折射到木偶身上 木偶瞬间漂浮在半空 待蓝光消散之后 木偶居然自己动了起来 但它还是显得很笨拙 就在这时 一道蓝色的光芒飘进屋里 原来这是传说中的蓝仙女 是她用魔法赋予了木偶生命 原来老头的善良打动了仙女 于是仙女复活了匹诺曹 让她来陪伴孤独的老头 仙女告诉匹诺曹 往后一定要正直诚实 为了帮助匹诺曹 仙女还让小蟋蟀担任匹诺曹的良心 随后仙女便消失在夜幕中 这时老头惊醒过来 等她发现匹诺曹活了过来后 她显得特别开心 毕竟当初她做这个木偶 就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儿子 她把匹诺曹当成儿子一般 虽然匹诺曹很是顽皮 但老头依然宠爱着她 这天匹诺曹看见路过的学生 她也很想去上学 为了让她学到更多的知识 老头也就同意了 匹诺曹开心地跑了过去 可她却被两只狐狸盯上 一个会说话的木偶 如果迈到马戏团的话 肯定能大赚一笔 于是两人拦住了匹诺曹的趣味 开始对她进行洗脑 让她去马戏团表演 不仅能让父亲过上好日子 说不定还能成为大明星 匹诺曹听后两眼发光 当即要跟他们去马戏团 好在小蟋蟀及时赶到 她让匹诺曹不要去 小狐狸一听这话 立即拿出大木锤 想要砸死小蟋蟀 结果 在小蟋蟀的解释下 匹诺曹也醒悟过来 决定再次前往学校 但匹诺曹进入学校后 却被老师扔了出来 并直言这是小孩来的地方 木偶只能去马戏团 小蟋蟀见状刚想上前安慰 不料被狐狸两人困在瓶子里 他们来到匹诺曹面前 再次开始了洗脑 像她这种默认 如果到了马戏团 肯定能成为大明星 为了能让父亲过上好日子 匹诺曹就这样来到了马戏团 刚开始她还很不适应 闹出了不少笑话 看着台下的观众 她有种莫名的恐惧 好在她的学习能力极强 很快就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同时也给团长带来了丰厚的打赏 因此她成为了团长的摇钱树 为了不让她逃跑 团长把她关进了铁笼 好在小蟋蟀再次赶到 但匹诺曹却不承认错误 还在不断地说谎 结果她的鼻子越来越长 这个木偶要越浴 只见她不断地说谎 鼻子变得越来越长 原来她是想拿到墙上的钥匙 套着这个优势 小蟋蟀成功地拿到了钥匙 原来匹诺曹之前说的谎 全都是她的计划 此刻她非常惭愧 不断地对小蟋蟀道歉 就这样 她拿着钥匙打开了铁笼 匹诺曹终于逃离了马戏团 准备返回家中 然而在经过一个路口时 意外发生了 匹诺曹被人抓了起来 马车上有很多孩子 他们是要前往欢乐岛的 原来那是一个没有管束 可以为所欲为的岛屿 车夫向她介绍道 匹诺曹听到后 也想去那里看一看 经过长途跋涉 终于来到了欢乐岛 这里不仅有摩天轮和各种游乐设施 天上还有色彩绚丽的烟花 就连地上的泥土都是糖果所造 简直是一个孩子的天堂 但这里的孩子却异常顽皮 不断地破坏打砸 甚至还做出了不少危险的动作 这种恶劣的行为 让匹诺曹心生反感 看着熊孩子的打砸行为 顿时让匹诺曹产生了回去的想法 与此同时 小蟋蟀也来到了这里 但却没看到孩子们的踪影 只看到两个怪物在街上抓驴 小蟋蟀一时没想明白 他打算先找到匹诺曹再说 结果不小心掉入了下水道 竟意外进入了欢乐岛的地下基地 这里有很多怪物 他们把驴装进笼里 准备卖到国外赚钱 而那个带孩子们来这里的车服 就是幕后的黑手 小蟋蟀顿感不妙 另一边 匹诺曹正在和男孩打着台球 可男孩突然长出了一双大耳朵 这个男孩突然长出了大耳朵 紧接着又长出一条驴的尾巴 匹诺曹见状刚想提醒 结果男孩一回头 居然变成了驴的样子 男孩看到镜中变异的模样后 顿时非常害怕 他知道自己已经落入坏人的圈套里 他急忙让匹诺曹救救自己 可下一秒 他的身体再次发生变异 游人的身体彻底变成了一头驴 没等匹诺曹反应过来 他也开始发生变异 很快他也长出了尾巴 此刻的他十分害怕 不停向小蟋蟀发出求救 小蟋蟀再次及时赶来 两人急忙逃离这里 可男人带着怪物在后紧追不舍 将他们逼到了悬崖边上 危机关头 匹诺曹抱着小蟋蟀 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万幸的是 匹诺曹是个木头人 能漂浮在海面上 在小蟋蟀的教导下 匹诺曹很快便游了起来 等他们回到家后 却发现大门紧锁 父亲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屋檐上的乌鸦告诉他们 那天匹诺曹没有暗示回家 老头四处地寻找 在得知他们去了欢乐岛后 便独自出海去寻找他 为了找到父亲 乌鸦用绳子带着匹诺曹 开启了寻找父亲之旅 没过多久 小蟋蟀就发现了老头的小船 于是匹诺曹不停地大喊 听到声音的老头 回头一看 发现是匹诺曹后 立即调转船头 朝儿子跟去 眼看就要团聚之际 意外却发生了 一只巨大的海怪 将两人吞进了肚里 看着恐怖的海怪 小蟋蟀也不知如何是好 而匹诺曹和父亲终于相见 但该怎样逃离这里 成为了最大的问题 匹诺曹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他们把木头堆积起来 然后匹诺曹摩擦生物 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 火焰上的阵阵浓烟 让海怪顿时逼扬起来 他们则趁机划着小船逃离 终于在一个喷嚏过后 两人成功逃出生天 但小船却被海水 直接拍成了两半 高高的海浪把父亲卷入海中 危机关头 匹诺曹潜入海水中 将父亲救了上来 但危险还未解除 海怪朝着他们冲了过来 匹诺曹看到远处的山洞 顿时想到一个好办法 他双腿化身为螺旋桨 带着小船朝山洞使了过去 海怪瞬间暴怒 疯狂地向他们袭来 眼看就要被海怪吞噬 千军一发之际 匹诺曹再次加速 危机终于解除 但此时的父亲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伤心的匹诺曹不禁流下了泪水 泪水滴落在父亲脸上 瞬间泛起蓝色的光芒 就在匹诺曹上心欲绝食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两人终于团聚在一起 匹诺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成为了一个勇敢正直的孩子 故事也至此结束 这是由阿甘正传导演指导的 迪士尼动画电影《匹诺曹》 喜欢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关注猫君 我们下期再见